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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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还逐一提出 陈志忠 黄瑞靖和吴淑珍哥哥 吴景茂 海外账户的资金流向 陈水扁则是冷静硬答 强调他一概不知情 并且声称 吴淑珍告知他资金遭冻结之后 他才知道海外有汇流的资金 据海外复杂的汇款方式 陈水扁转述 这是吴淑珍委托信得过的李砖 所做出的安排 记者奖畏谢麒文 陈立峰 台北报道 出来来看这个伤心的消息 就是台中市的这个议充 对方言说 勘承着 替他提到这个开电动的 这个业者来关税 还有来替他说 有来申请这条这种事情 昨天还来提一些 这个公司和博士 这个事情 让这个台中 地监数透明的证信了 然后向这个地方 发言申请记忆 最后发言是 柴田说用五百万交报 真正劳压真顺 台中市医充 对方言被减方先签计压 才去台电五百万交报 对方言驾出的减数 大声尉自己说话 检察官真的是 先入为主的观念 他一直认为说 我就是 他把我列入贪污 前一天被减条约丹 到白名一点外 台中市医充 对方言 这一次的减条 自己是清白的 因为检察官没有问清楚 就清采和生涯 对方言的家庭 跟这次也有点关心 表达兄弟的清白 这次减条怀疑 对方言 他自为电话业借关税 拿到他们的减条 对方言减条 跟康刑业借 开始走到实施了 这是快要二十年了 你们金钱往来吗 本来就有了 他都是贴的 怎么样的金钱往来 本来就有了 本来就有 什么样的金钱往来 借贷 你应该要借还是他跟你借 他跟我借 多少有多少 我会跟他借 康刑业八十年已经下缓 哪有需要再关税 不过康刑业在金盘 电话业借贴到困境 可相高欠 土壁差起的时候 对出基金中方言 尤其是很严重大 不然对华白贼的 伺服官员丝压 被业借着一口气 就拿到两张牌 当时又收收理费 已经每个月的公立 康刑业自己的清白 另外请求过 这种的公企 康刑业比喻丹 台独真保守 我很惊讶 因为他对台中市的安定与发展 很重要 所以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如果他是清白的话 法律都还他清白 不过几乎因为中方言 有串正的疑似 已经已经有行坐着大西 不过中方言 还是减着自己的清白 不白得拿出抗拒 既然台中中华报到 中文字幕——YK